朋友们大家好啊 我是黑野骑士 欢迎来到湖外 今天我们来到哪里去浪了呢 今天带你们看一下 一个迪士尼乐园 坐落在九江的迪士尼乐园 当然九江没有迪士尼乐园 而这边的迪士尼乐园 当然是山寨的了 这叫做大千世界 而这个大千世界 已经成为了烂尾工程 也不能是烂尾工程的 怎么说它运营了一两年 只是破产太早了 超乎想象 我都没来得及进去玩一次 居然就破产了 现在已经是过去五六年了吧 五六年没有开工了 这个地方还放在这里 应该是等着人来接手吧 一片死寂啊 这几年来看看周围 长满了草 这是它的售票厅 看样子 你们是不太可能有人了 我来问问有没有人 这里是售票厅 买票买票 买票啊 人呢 我要买票 快来人呐 嗯 看样子是没人了 通知 2018年 6月到2018年 6月4日到10日 暂停营业 进行重组 可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 看样子 重组也没有成功 没人给我买票 怎么办 从这里可以深进去看一下 哇哦 没人买票吗 全部关门了 关门很多年了 哇 有取款机 我们来取点钱 嘿嘿 看样子很糟糕 像世界末日一样 好在这个园区 好像没有封锁起来 好像是可以进去的 大门敞开着的 而我要试试 骑摩托车 能不能进去 这个虽然是开放的 但是用铁链给封起来了 不过 我发现这还有一条小狗 还有一条狗在这里守着 一条狗在这里守着 师傅 这里能进去看看吗 不能 进去看一下不行了 我刚才飞那个无人机 把东西无人机调到里面去了 没办法 我进去找一下 这里不能进去看 哦 好吧 哎 居然是有人在这里看着 不让我进去 果然是每一个烂尾工程都有一个人在这里看着 不让进 这下怎么办呢 还是放出我们的老办法 无人机 走 好 是 有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不能进去玩 实在是不甘心 一会儿我们找机会 看哪里有其他的门 能不能进去 我们先来这个门楼里面 玩一会儿吧 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这里的门居然是开着的 阴森森的里面 好吓人 不过有什么东西 哇 怎么能在响 这也太吓人了 胆子必须大 没胆子可别到这里来玩 玻璃全碎了 外面是受不了厅 同这个门可以通向二楼 或者上到楼顶 可是我不敢去 你敢去吗 就这个状况 吓死我了 新杠都快爆了 天哪 太吓人了 这里面真的太吓人了 以后来这种地方 一定要找个办 这个山寨迪士尼乐园 真的很大 我在这绕了一圈 想找个地方看能不能进去 这周围全是属于它的 这些店面都属于它 但是都已经荒废了 全部荒废 长草的一条街 好似世界末日 看到吗 门口都是草 这种芦苇草 旁边都有一些钟楼 一会儿我们有机会看看 能不能上到这钟楼上去看看 世界末日的感觉 店面变成了牢房 就像一个牢房一样 每隔十几米就有这么一个钟楼 像钟楼一样的地方 大家看这个钟楼 这钟楼下面的玻璃碎了 等于敞开了一道门 这样的话 似乎我们就可以进去玩一玩了 爬到钟楼顶端 瞭望一下这个迪士尼世界 山寨迪士尼世界 这里面很凉快 走吧 爬楼 不会有流浪汉住在里面吧 会把我吓一跳的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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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钟楼也有五层楼 也挺高的 从这个地方看里面的大线世界 就看得清楚一点了 看到吗 这窗户能不能打开 怎么这样打开 来看看 九江的大千世界 可以看见里面的内容 现在我们站在那高点的地方 可以看见有过山车车道 远处又有过山车车道 还有那种冲天炮 类似的那种 看样子是应有尽有 跟真正的迪士尼比起来 可能逊色了一点 但是也算是非常不错了 远处好像还有空龙 这一大片园区全部荒废了 要是能进去玩一下就好了 这个乐园旁边 是我见过最冷清的街道了 这么一条直直的街 啥都没有 没有车 没有人 相当冷清 看到吗 这么大一片豪华的园区倒闭 那会影响周围 让周围产生一些烂尾楼 可以看见这周围 有很多这样建了一半的烂尾楼 这烂尾楼可能不是这个园区的 但是是因为这个园区开张 所以开发商一定会在周围 认为周围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所以各种新建这种楼盘 然后还没建好 这个乐园倒闭了 所以这些应该没有必要 再建下去了 就变成这样的可怕烂尾楼 像这样的烂尾楼 周围很多 全是准备依托这个 大千世界发展起来的烂尾楼 它倒闭了 周围就全部倒闭 可以看见这个街道相当的冷清 拍视频末日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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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真的好大呀 特别大 新摩托车转了很久 都没转完 迎的这个园区 周围全是这样的店铺 店面 看到吗 又是一排一排的这样的店面 浪费了 原本可能是想发展的很好 变成一个商业街 可惜的是全停了 破产了 这个重楼看起来很大 比刚才那几个好像要大一点 我们在这个重楼上看看 能不能距离近一点 观赏到更清楚一点 因为目前都是无人机拍的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里面什么样的 很想进去看一看 可惜啊 进不去 走 重楼上爬上去 朋友们看到我的脸清了没有 刚才把我吓死了 我这辈子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惊吓 一只猫突然从天而降 没有拍到啊 从天而降 降到肩膀上跳走了 哎呦刚才差点心脏病发作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一只黑猫 先是叫了一声 怪叫一声 然后我一抬头 在一只猫站在肩膀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缓了半天 刚才真是把我吓得 命都没了 确定我的胸口感受一下的心跳 可恶 真的太可恶了 这个猫 我们继续 爬上这个重楼看看 哦 要是这时候再给我吓一下 我根本就没命了啊 绝对命就没了 哪受得了这样的惊吓 这方圆基本 方圆 十几里都没有人呢 来看看这地上 看起来是地铺 看来以前是有人睡在这里 不过这上面已经很脏了 说明很久没有人睡了 这可能是 新建的是农民工睡的 来到了最顶层 发现了一床被子 看样子以前有人在这睡过 也对啊 这个地方是流浪汉 露宿最好的地方 相当不错呀 住高层了 风景还不错 再看看外面这个园区 哇 这个地方离这个过山车 车道的近很多了 鸽子飞出去 可以看见那里有艘假的潜艇 蛟龙 蛟龙号 这是一个建筑 那边还有蛟龙 远处可以看见这个大门 大千世界的这个大门 可惜的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我觉得找一个靠谱的开发商 再开发一下 重组一下 应该是可以再搞起来的 试一试 要不然这么大一片地方浪费了 实在也太可惜了 太可惜 这里有很多尸体 这应该是鸽子的尸体 看来这只猫是这里的组员 刚才跳我身上来是故意吓我的 这应该是他的杰作 那看看 这只猫抓了不少的鸽子 挺厉害的一只野猫 收获不少啊 到处都是这种尸体 全是猫咬下来的 看呢 一只比较厉害的猫 怪不得敢攻击我呢 还好他没在我身上抓一下 只是让我吓得半死 好了 朋友们 我觉得我该回去了 因为我总在这外围转又进不去 欣赏不到里面的风景 但是无人机是拍下来了 回去用无人机好好欣赏 在这外围转也没什么意思 周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店面和钟楼 把这个房轮沿得 这种封得死死的 进不去 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这样的地方太可惜了 我希望它以后能够重组成功 继续把它建起来 也好过来玩一下 对不对 嗯 现在各位朋友 今天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